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撒末尔上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 扫罗这罪积极了急躁狂傲对神不敬 悖逆反叛于一身 第二呢 扫罗没有彻底消灭亚马利亚人 他知道神要追讨亚马利亚人 在以色列人刚逃离埃及和金疲力劫时趁火打劫的罪 上礼拜日呢 我们思想过 把邻邦的人全献于耶和华 人畜无异火口的意思 就是要彻底消灭火口 扫罗却留亚甲王火口 也留下肥美的牛羊 撒末尔责贵扫罗不听吩咐 扫罗把责任预给布下 又炸成牛羊是用来献祭的 撒末尔回了他一句成了经典的话 说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由之 撒末尔以上十五章二十二节 第三 扫罗教了鬼 摩西律法严禁一切招魂的行动 而扫罗在在位初期 曾经赶诸国内交轨和行屋的数 撒末尔上二十八章第三节 扫罗自己所行的 不但违反了神的律法 也违反了自己所下的禁令 扫罗是不听神禁令的诫命 他既不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也不容他做伊斯莱王 说勿怪乎 耶和华要找一个核心定义的人 去代替扫罗 撒末尔以上十三章十四节 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 下个礼拜我们要学大卫这个人 所以扫罗历到第一个王 其实是难得的一个机会 可是因为他自己急躁狂傲 对神不敬 所以出了问题 然后等晚年的时候 他又干放了耶和华 所以神不得不把他替换下来 替换下来找谁当呢 那就是后来我们说的 到了王国时代 那就是找了一个王 谁喜欢的王 就是大卫 所以我们看到 等我们对神不忠心 然后干放神的时候 那神呢 他有能力 有权柄 把你替换下来 所以我们在我们有职位 有权柄的时候 一定要珍惜 这个敬畏耶和华 按照神的指示行细所 多祷告 多读经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第九 第八周 这个 第八周 约束亚和众诗诗 这段历史故事 大概250年的诗诗 时间呢 就给大家分享完了 谢谢你收听收视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是第九周 好 再见